主开局就被戴了顶绿帽子 每天省吃捡用甜的女神 如今却在家楼下和别的男人车阵 不仅狂夸技术比男友好 而且发现了男友就在旁观 还特意露出一副爽翻天的模样给他看 这时男主手机突然传来的父亲病危的电话 没办法只能先抛下这对狗男女直奔医院了去 流年到了医院才知道父亲是因为打游戏搬砖突然昏迷不醒 连医生都束手无策 为了调查原因流年决定去游戏里寻找答案 刚戴上VR头盔 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了名为荣耀争霸的虚拟真实游戏中 起初流年利用系统给的新手奖励 升级爆装备都很顺利 甚至还幸运地爆出了稀有修行零食 直到一群不速之客出现意外发生了 而带头准备抢夺他的正是那对狗男女 因为刚出新手村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 连前女友的随意一击都没接住 最终在小白脸的攻击下 被一刀毙命惨死荒野 然而当流年再次睁开双眼时 发现膝下竟多出了两个美女 而且还有个九尾狐狸主动投怀送抱求疼爱 直到玉贵人拿出铜镜 通过叙述加上看到了镜子中那道陌生的脸 流年这才意识到他竟然在游戏中穿越了 而且还穿越成了NPC伤咒王地心 唯一遗憾的就是他是在皇陵中获得重生的 为了验证这一切都是真的 流年还特意吩咐玉贵人用舌头替他解决疲劳 结果果然如梦如快爽翻了天 而苏打几见到大王有如此雅兴 便主动提议要姐妹们和流年来个鸳鸯育 以此庆主重获新生 眼看着达几虽然用了无尽岁月替他守皇陵 却仍然风韵有存 待到一不拨下的那一刻流年彻底做不住 然而走进浴池他又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九尺肉陵还真的存在 并且这里不仅能使人缓解疲劳还可以加快修炼 那他喵的还等什么呢 让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修行吧 刹那间一道道悦耳的声音传遍了点 坐皇陵 大战一直持续到虚无中系统 传出声音才停了下 恭喜宿主成功激活隐藏职业人皇 西德修炼秘法九尺肉陵和暴体天雾 而当流年刚穿好衣服玉贵人便传来了噩耗 表示申公报已经到达了皇陵 并声称要达几姐姐立刻出来一时 由于此行凶险未知达几便建议先把流年藏进他胸口的饰品中 如此流年也可以一同和达几前去皇陵宣德殿会议会申公报 不久后画面来到宣德殿中 眼看着申公报竟敢私自坐上皇位 苏达几二话没说挥舞着力掌就要上前大战役 不料一小兵还想出手阻伦 而达几仅仅仅是看了他一眼 气息爆发间便已将气轰的盗飞而出 见状小兵紧忙出言叫停表示申公报已经接管了游戏运营 先冷静一下听他说完再打也不迟 而直到听完申公报的叙述流年这才明白 原来这款荣耀争霸的游戏乃是原始天尊和江子牙一同开发的 用来从现实中选拔可以飞升仙界的人才 最初的设定机制规定即便是玩家在游戏中死亡 只要晶圆不灭就可以去复活点复活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 但这一切在申公报伙同通天教主将江子牙封印后都被改变了 他们私自把魔界的妖魔放进游戏中扮成NPC偷偷吸食人类晶圆 以至于像流年父亲一样的玩家在现实中就会陷入昏迷 而原始天尊因为闭关至少需要千年才会苏醒 因此只要他们利用好时间吸收足够的人类晶圆便可突破智骨成就大脑 而此次申公报来皇陵的目的就是探查咒王是否已经获得重生 因为人皇的晶圆足以让通天教主境界跨越两个层体 但听妲己说咒王并未重生 申公报也就没有选择申救 只是承诺如果可以帮他找到咒王地心的转世 通天教主定会设法将妲己三姐妹救出皇陵逃出生天 说完便以巡视为由转身离开的宣德殿 听到这里刘年也明白如果不设法阻止申公报的阴谋 恐怕不仅父亲会出事就连现实世界都将毁灭一旦 而见到大王有如此雄心壮志打击紧忙掏出了一块玉玺 表示玉玺乃是咒王林中所留只有人皇血脉才可打开 刘年一念一动 一把生了秀的宝剑便出现在了面前 据胡喜妹所言此剑名为龙凤剑 大成之日可一剑破万君 就目前状况还需要许多稀有材料才能激活 刘年听完也没选择着急激活宝剑 因为他此刻还是个新手菜鸟努力升级才是眼下最要紧的 听到刘年要离开妲己紧忙上前抱住依依不舍 随后又发誓他定会勤勤恳恳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境界可以出去侍奉刘年 紧接着伴随刘年一念涌动作用在玉玺上的一刹呢 便在爱妃们的恭送下 眨眼间就又穿越回到了新手村中 本是家财万贯的豪门大小姐 如今却以洗澡为名 将全身涂满迷魂药 背地里干起了色诱男人行窃的勾搭 可男人不仅没晕 反而犹如猛虎一般将他扑倒在床 原来是药店失误把迷药换成了吹尿 这才导致女孩丢了第一次 被迫要求穷屌丝成了他的上门坠水 回想比两人出相识的地方还是在游戏中的新手村 刘年刚从昼王皇陵中穿越 就碰到了玩家们一拥而上前去抢夺刚刚刷新的父母 其中数方奇尔一马当千冲的罪名 从他的速度和装备上不难判断 方奇尔定然是哪个大家族的克星玩家 面对着众人都无法击杀的107参数镜 方奇尔使用宝剑奋力挥出 下一秒便将困住大家的藤乱全部斩断 但却唯独忽略了隐藏在地下的一根藤乱 冲出地表的同时就将方奇尔和流年瞬间缠绕 紧密地将两人捆住吊在了半空中 随后就看参数镜低头的一刹呢 一颗颗果实缓慢移动到两人面前 哼的一声炸裂而开 里面的荣叶甚至都将流年的上衣全部溶解蒸发 见状方奇尔急忙表示自己的项链就是法宝凤凰岭 但此刻却无法施展催动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流年便一口将项链咬下来 那每次都需要好久才能施法催动的凤凰岭 竟然在流年的嘴里被瞬间催动 当场将怪物秒杀 流年也通过击杀身术金获得了材料之外 还成功连升了三几 而相比于方奇尔的镇静 隐藏在角落里的前女友和小白脸却一脸问好 他们不明白这个穷逼为啥突然间会变得这么紧 但方奇尔却发现了问题所在 想到流年刚刚是用嘴巴施展催动的凤凰岭 方奇尔便来到了流年生前做出了一个大的罪 那就是亲自用嘴来搜索了 可脚和半天才发现流年嘴里根本就没有一样可 随即又紧忙起身表示姐不会白亲 不远处就是即将举办拍卖会的宝花楼 先和我回趟家换身衣服 咱们就去为你买宝物作为谢 眼看着表面上方奇尔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感谢流年才会如此 可实际上他却藏着私心 回到家一定要想办法弄明白流年可以瞬间施展法术的秘密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还特意瞒着流年买了一瓶泥魂 导致俩人到达家门口时已经是夜晚时分 看着面前自己曾梦想过无数次的大别墅 流年正享受着财阀乐趣 见状方奇尔便借游子说要去洗走 来到浴室后一瓶紫色药水就被他拿了出来 将两条腿都涂满之后 便一脸诱惑地穿着浴袍走出了浴室 来到流年身前药水开始自动挥发 只见方奇尔刚准备抬起大脑 流年便已经控制不住冲动上前对着脚丫子就是一顿点 而眼看着流年不仅没晕倒 还一脸浴火焚身奔着他过来 方奇尔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对境 从自己身体中传出来的奇怪感觉来看 定是买药的时候老板误把春药当成了迷惑 但由于药效发作两人都中了招 只能任凭一场旷市大战发生 战争持续了两个小时 这才消停下来 一想到流年竟然夺走了自己的第一次 方奇尔便气不打力出来 不仅主动要求流年入坠方家给他当坠戏 连拍卖会都没心情去了 直接扔给了流年一张卡 表示里面有一个一箱中什么就去买什么赶紧的 然而听到流年穿衣服往出走的声音 方奇尔心中又有些不适滋味 想到刚刚流年的表现确实让他很快乐 那就认了这个坠戏 努力培养他成为方家的助理了 不久后画面来到拍卖会宝华楼门口 流年刚准备进入会场 就被给他戴绿帽子的狗男女拦住了去 价值四万的项目 男人却用一口价四百万买下他 只为出口气给他的女友和小白脸看 原来就是刚刚前女友果同小白脸 还在埋派流年穷逼一脸寒酸样 没想到紧接着流年就给他俩上了一课 由于此次拍卖会入场人员的最低门槛 都需要一千万资产 前女友听后差点笑抽 扬言这小子要是能拿出这钱我都去吃香 不曾想下一秒就被光速打脸 因为流年掏出的竟然是至尊黑卡 要知道此卡最低的使用额度都是一个亿 见状前女友自然不幸 立刻找来的安保人员要求现场查验卡的真伪 没想到这卡不仅是真的 流年还被带进了VAP通报 反观他们自己因为普通金卡的缘故 就只能跟随大众一起排长队入场 以至于进入拍卖场后眼看着流年坐在了第一排 气得黄毛男咬牙切齿发誓一挥定要出口恶气 伴着宝伐楼老板娘宣布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卖物可以回复血量的冰玉香顶就被拿了出来 起拍价十万的价格瞬间飙升到了一百七十万 而随着黄毛男二百万喊出场面一度陷入沉寂中 直到流年一生四百万直接打破了平静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黄毛男想要看到 因为在他眼里流年的至尊黑卡一定是偷的 如果被施主发现自然不会放过他 而接下来的拍品流年都没有出手 恰好也验证了黄毛男的想法 直到老板娘抬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九条苍龙袍 一件攻防兼备战士法师都可以穿的战甲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众多玩家一阵哄抢台价 黄毛男更是出价五百万势必要拔得头筹 没想到流年竟直接喊出了一千万再次震惊全场 而相比于被惊掉大牙的众多玩家们 老板娘却显得异常兴奋 半自窃喜一定要设法认识流年这个大伙 而她的想法也恰巧和流年的前女友不谋而合 随即就在不久后流年才到后台市穿了战甲 前女友便文讯主动找上了门 走上前还想利用美人机勾引流年吃回头草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记大子大子 我说更因是怎么如此喧嚣 原来是贵人身旁桃花朵朵 话音刚落老板娘缓步上前来到身旁 轻声询问流年晚上可否有时间尚可 前女友听到此话本想出言还击 不料却被老板娘一脚踢出了房门 就在这时音乐一响逼王登场 只见黄毛带着警官就要让流年拿出黑卡接受检查 没想到结果还是失败惹得黄毛恼羞成怒 气息全开就要当场发飙 而此举恰巧应了流年测试战甲强度的心意 但她还没来得及出手 黄毛就已经被老板娘一扇的扇飞了出去 没办法黄毛只能留下狠话仓房逃跑 只剩下流年俩人让老板娘更加放肆起来 主动开始邀请流年现在就去她房间上课 而流年本想以她结过婚为由拒绝邀请 没想到却惹得老板娘便本加厉突然抱住了流年 怎么你是嫌弃姐姐老吗 姐姐的技术可不是那些木头可以 说完便一口直接对着流年吻了下去 新提示由于本集画面相当乍裂 部分剧情解说需要宝子们自行脑补鲜 上迪说到老板娘本想通过轻轻来探查一下流年嘴里的秘密 不曾想却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 紧接着她便半蹲下来 表面上是想炫耀自己的技术可以为流年缓解疲劳 实则内心却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但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刚感受到她自己的气味 由于课程进行过快 流年很快便呐喊出声交卷相课 而对于老板娘的教学流年那是赞不绝口 这时老板娘又递给了流年一部手机 表示这里有她的联系方式 如果后面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 拿起手机流年这才知道老板娘名叫青秋雅 但这游戏世界也在使用手机通讯未免让流年一时间也蒙了圈 眼看着流年的识别表情逗得青秋雅花枝乱颤 请到深处冲过去抱住流年就要再上一颗 无料一阵强光袭来将两人瞬间弹开 而见到流年的护体法宝青秋雅也认出了她正是帝王的玉玺 这下更加让她确认了流年就是咒王帝心的转身 见状她又急忙掏出一颗储物戒交给流年 表示如此重宝如果不放在储物戒里定会招来杀身之物 姐姐不在身边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姐夫 而这一声姐夫叫的流年瞬间一脸问好 随后她才知道原来秋青雅说的姐姐正是九尾妖胡苏打紧 眼看着秋青雅乃是一家人流年就也扔掉了防备心 想让她通过拍卖场的关系来寻找一下自己父亲和弟弟的下落 说完起身刚准备离开 一个被秋青雅称作小八戒的人便出现在了门口 只见她刚一见面就扑通一下跪在了秋青雅面前开始求爱 惹得青雅一脸嫌弃一口唾沫直接吐进了小八戒嘴 可小八戒不仅没愤怒反而还细细品味起来 表示这唾沫有点咸还有点腥 询问秋青雅最近是不是上火了 然而一旁的流年却知道那哪里是上火 明明都是她的孩子们了 然而流年当初房间还没走几步 小八戒便紧随而来叫住她 吓得流年一击零开始暗自伤神 不会是这小子知道她吃的是什么了吧 意外穿越什么伤咒王会有什么体验呢 刚回到家打几遍扑进了你的怀中 两个宠妃吃醋为了让你与陆军沾 刻意制作了一款专属神器水床 它不仅可以让咒王加湿 而且双修起来还能事半功倍 三女摆好姿势我的咒王你还在等什么呢 就在刚刚流年被小八戒突然叫住 看起来者不善还以为要对她动手 没想到这小子竟当面哭了起来 非要带流年为师教她如何才能俘获青秋雅芳心 而流年本不想应允 但听说小八戒乃是天罡商会的人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表示自己虽然不差钱 但你拜师最起码的见面里还是要准备的 发音刚落一箱子法宝便出现在了眼前 很显然小八戒是把能拿出手的都拿出来 只为可以证明诚意让流年尽快教她泡妞蜜 紧接着一本名为狐妖四十八世的书籍 便被流年掏了出来 而小八戒肯定想不到这本她从未见过的墓术 其实就是流年和打几上课时被记录下来的话 不久后为了尽快升级流年来到了灵树森林 拿着小八戒给她的药水和李火福相互配 低级之下直接秒杀了所有狼妖 获得大量经验连升五级等级来到了二十级 根据系统提示目前她还是个无止伞秀 所有技能都以封顶只能去转职大厅转职成功后才能突破 然而当流年来到转职大厅却出现了疑问 只见她来到前台表示自己已经到达二十级要转职成为战士 结果却显示失败无法转职 甚至换成别的职业系统也显示她不具备转职条件同样以失败告状 思乱想去转职失败很可能是因为她咒王的身份当场 随即流年立刻拿出玉玺意念涌动间 下一秒便传送回到了咒王林墓内 当流年外貌变成咒王的一刹那 苏达吉便已经极不可迈的一头扎进了流年怀中 而听着达吉叙述这才得知 原来自己无法转职就是因为咒王人黄血脉的人 但其实达吉早就为流年准备了七窍玲珑 只需要腌制三日服下后就可以提高技能学习上线 这时另外两个爱妃也钻进了流年怀中 表示这次回来为了让流年雨露君战 他们特意为其用灵力制作了一款专属法剂 随即在三女的指引下穿过走廊打开房门后 一张粉红色的床便映入了流年眼 听说此床不仅可以让双修事半功倍 甚至还能让流年家世经久不衰 伴随着三女一次躺了上去摆好造型便齐刷刷地看醒流年 大王还等什么呢 快来一起修炼了 战全网最炸裂视觉体验 再次声明本集部分剧情需要自行体会谢谢 上一说到流年穿越回到了咒王身份 眼看着三位爱妃齐聚一床忍不住发出感叹 别人可要加buff 轮到本王打妆加buff真是爽歪歪啊 然而据妲己所言 这多修之法还是他们三姐妹共同为咒王私人定制 此功法能助流年添炼人体久俏 让流年更容易吸收天地精气 不仅修炼速度可以翻倍 甚至修炼成仙都指日可 话音刚落盼着胡喜妹已经抢先用嘴为流年添炼口翔 床上的妲己和玉贵人开始埋怨出声 见状胡喜妹便表示既然姐妹们都等了 那干脆就三处翘穴同时添炼了 说完一把就将流年推到了床上 据述这才得知原来此床名为凤鸾春温床 乃是用999头雄性妖兽的身炼化而成 男人躺在上面即使持续24小时运动都不会赶到踢 说完打几遍和玉贵人开始配合帮流年添炼排水 巧不诀巧 而胡喜妹更是为了加快口翘的添炼 直接一屁股照着流年坐了上去 她那间慈禧彼伏的声响传遍了整座房里 直到五个小时过后一阵光芒浮现 伴着系统声音响起今天的添炼也宣布暂时告一段 恭喜宿主秘法九十肉灵提升至终极 72小时之内修炼速度有两倍增加至四倍 恭喜大王三窍添炼成功 听着爱妃们的庆贺声让流年感到浑身瞬间充满了力气 但却没料到打几竟还为她准备了特殊灵 那便是安排了其他人来帮流年添炼另外的六角 紧接着就看打几一声娇和 一个名叫牛甜甜的女孩便进入了视野中 此人虽然是牛魔王的妹妹但也同时是打几的女孩 所以用起来也比较放心 而且为了不让牛甜甜尴尬 打几还特意嘱咐她既然成了大王的女孩 那么以后彼此就以姐妹相称了 因为牛奶是添炼双目的制宝 因此双眼翘添炼就交给妹妹 说完便行了跪拜礼退出了房间 目送姐姐们出了房间 牛甜甜打死也大了起来 缓步来到流年身边 衣衫吞去的衣衫 伴着一声娇和响起 两盏大灯直接顶在了流年脑门上 双目翘添炼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添炼过程让牛甜甜痛不欲生 忍不住向流年阻止 大王奴家有点受不了 还请大王恩赐与路以解危机 是堪称漫化史上最变态的惩罚 一个大男人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小女人 让拥有两个弟弟的手下当众给他上课 其他人更是不甘示弱 拽起男人的女友开始干活 势必要比一笔到底谁发出的声音更麻 就在浪大 九头虫仅仅是释放了一下威压 便将众人全部抹杀 只留下了流年三人害 在他准备吸收精气时 吩咐了手下将三人擒住带回洞府 为了活命流年只能掏出了几张符证 击退虾兵蟹将的同时 急忙转头让奔波伴假装攻击他好让他逃命 索性表弟的演技还算可以 杨装攻击的同时告诫其他小兵这里有他 赶紧去抓剩下的两个 眼看着女友必持已经快要坚持不住 金少便想出了一个法子 将前几天课金买来的远程大炮掏了出来 想着擒贼先擒王 目标直指九头虫本分 一炮直接将九头虫腹部攻出了一个大队 紧接着在金少开始扬言装逼时 意识到不对劲的流年紧忙拽着表弟跑向一方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由于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导致金少的攻击非但没有击杀九头虫 还彻底激怒了他 意念涌动间竟使用魔法将金少变成了女人 随即在九头虫的事一下 一众虾兵蟹将直接将金少擒住围在了中间 为首的鲨鱼哥仗着自己有两个宝贝 直接双管其下一发入骨 下一秒伴着此起彼伏的声音喘出 吓得流年和表弟赶紧互相捂住眼睛不忍指示 这时当九头虫注意到两人的遗场 他在地上的金少和碧池急忙告密说他们是一伍 流年是奔波霸的表哥他们在演戏给你看 明白奔波霸已经成了叛徒 九头虫回头对着两人发出致命一击 可幸流年有着九要苍龙袍的保护者才没被秒杀 利用暴殿天物技能瞬间回血三次之后 也顾不上暴露身份了直接掏出了玉玺 本想利用玉玺传颂带着表弟逃出生天 不曾想在九头虫认出流年就是咒王帝心转世的一刹呢 利用密法封印瞬间破坏了传颂阵 完了 这下彻底要全剧终了 来了 本集后面部分继续炸裂剧情 温馨提示小朋友们进去观看陷阱 尚明说道 面对强大的九头虫怪事 已经被认出自己就是咒王转世的流年 本想利用燃烧人黄精血殊死一笔 奈何双方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作用在九头虫身上的攻击就像老杨阳一般无济于事 而且还因此彻底激怒了九头虫 使出必杀技就要将流年当场灭杀 就在这时天空一道金光骤然乍现 并以崔库拉朽之势目标直指九头虫本身 金色光芒化作两头金龙笔至坠下 瞬间便将九头虫人手分离当场击杀 在流年通过辅助击杀暴的装备 获得大量经验连升四级的同时 只见一道骑着穷奇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半空中 而他这次阴伤太势文重 就看他从半空刚一落下 便直接跪在了流年面前 老陈文重就驾来迟还望大王戍截 没想到此生还能再次见到大王 话音刚落又是两个光芒同空中射下的第一 他们分别是阴伤青龙关总兵张贵坊 和大商免持首将张魁 原来他们虽然都曾因守护商汤江山射击而战死沙场 但却因忠义勇猛最后还是被载入进了风神 因为神魄被风神保契约的勇 他们只能被迫在天界各司旗帜 如今只能把希望放在流年身上 希望流年早日飞升成仙帮他们打获加速 至此寻找表弟血战九头虫的事件 以九头虫生死到宵告一段 为了不让剩下的人泄露流年虫生成骤王的意义 流年还特意吩咐了文重打开第三支天翼 利用仙法进入到大家的老海中 将所有人关于这里的记忆全部消除 这才接受了三位爱将的跪拜大力 目送他们返回天界消失在天际 而在吩咐表弟回新手村继续修炼的同时 位于乱石山碧波潭水下龙宫内 看着九头虫的身份名牌突然碎裂 九头虫的妻子万圣公主愤怒的直接站起了身 到底是谁胆敢杀了本宫父母 但我查明真相定会将你碎尸万短 画面转回到碧波潭 处理完了后是流年便决定先返回黄陵完成淬炼 利用玉玺传送回到轩辕洞的一刹那 三位爱妃均以道场为独不见妲己的生意 原来妲己是去了内殿专门为流年准备双尔翘学的材料 随即流年便把目光落在了牛贵妃身上 当他扔下了黄瓜两人火鸡火鸟进入了卧室 习盲开始了还没完成的双目学淬炼 待到淬炼完产 成功习得技能火眼睛睛的系统提示刚响起 闻讯赶来的打击打开房门 便直接一头扎进了流年怀中 紧接着还没等两人温存 一个自称是水宁的少女便走了进来 而他正是打击为了流年完成双尔学淬炼掌来的关键点 据说水宁本体乃是东海之兵的灵妖 它的滴一滴血可以让人听到世界上的一切细微声音 但因为水宁的滴一滴血极其珍贵不能被污染 所以只能用道具来获取 话音刚落只见水宁已经躺在床上摆好姿势 见状流年也没客气拿起了道具 先是认真观摩了一番之后 便将道具缓慢的推了进去 伴着一道尖叫声传出 水宁的滴一滴血就这样成功的被采集而出 由打击亲自操刀将血滴进耳朵 至此双耳淬炼完成 成功习得顺风耳技能 趁热打铁贵妃又拿出了另一个奇物玲珑 流年用鼻子纹了片刻之后 淬炼酒鞘在此刻也全部完成成功解锁的人黄器 激活了一场任务活动荣耀大陆 于明早九点位于万民谷刷新大型副本 完成活动奖励的物品正是重铸神兵龙凤剑的重要材料 因此流年也没有犹豫接下了活动任务 然而他也没想到一场阴谋正在万民谷酿 他正是经过申公报的透露得知九头虫被流年击杀 提前来到万民谷部下埋伏的万圣公主 吊丝因为是富豪的坠雪 惨遭女友闺蜜唾骂嫌弃 唯独女少妇对他另免相待主动求疼爱 原来他很清楚男人不仅是咒王转世的人 而且还是杀了他仗底的尊秀 女人使用美人剂倒贴就是为了替服报仇 就在不久前万圣公主找到了申公报 得知夫君九头虫就是被咒王燃烧精血释放人黄血脉之力 召唤出了殷伤泰氏文仲才将九头虫击杀 而因为万民谷的大型副本即将开启咒王肯定回去 所以届时就是他报仇的最好时机 看着获得消息后悲愤离开的万圣公主 申公报这才露出了邪恶笑容 此刻他清楚地知道在通天教主没现实之前 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风声榜中的文仲 所以如果可以借刀杀人才是当前最好的办 画面来到几天后的万民谷妹 提前来到这里的万圣公主为了以防不测 便想到了伪装成普通人的模样 先探查一下虚实 当看见流年走进谷内后 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 就被一个白衣女子的突然出现打断 来人正是小富婆方其二 并且为了刷副本 这次他还带来了两个闺蜜一气组 然而听说了面前这个还没转直的伞人 竟然是方家坠寻 眼光极高的方叔便一口拒绝了流年组队的情调 就连徐美娇也口出狂言表示垃圾就是垃圾 24级了还没转直就别进队伍破后头 这时万圣公主突然出现就要应聘组队 扬言她乃是26级的控制戏法 是一定会对你们有用 可就在大家同意了她的组队倾逐之后 没想到万圣公主直接来到了流年身旁 鲁下身轻声询问起流年去没去过碧波台 有的方琪尔上前直接打开了公主的手就要发飙 而为了不暴露身份万圣公主只能选择道歉求原谅 但心里却已经下定了决心 只要进入副本就会将所有人全部灭死 是一代魔教公子殿下 如今却假扮成了凡人混进队伍和一个妇婆抢上了老公 而男人虽然早已看穿一切却没有选择接穿 原来她也一直在伴朱出口 就等公主露出原型好英雄就每一网打尽 不久后队伍已经进入了万民谷副本内 此次副本规则很简单 只有成功抵达最深处的boss副本层才有资格参加最终团本战 这时流年回头看向万圣公主露出邪魅一笑 因为她很清楚由于此处有天兵天将监视把守 万圣公主想要动手也需要等待队伍进入最深处才可以 一路上万圣公主都伪装得很好 一边利用自己的魔法师身份帮助队伍击杀小怪 一边获取大家对她的信誉 一直到小队到达了副本boss层入口 万圣公主这才露出真容发出了阵阵邪笑 释放出技能黑暗领域将众人包裹进阵法后 气息全开紧用了一招 便将大家瞬间轰飞差点秒杀 而面对万圣公主的步步警递流年也早有准备 先是召唤出了八戒防御罩 让几个女孩先进入保护罩内躲避攻击 紧接着就在她打算独自出去挑战万圣公主时 方琪尔本想和她一同面对危机 但却被流年拦了下来 从刚才万圣公主的攻击来看 你出去只会给我拖后腿 留在保护罩里最起码会保证安全等我回来吧 听到这里方琪尔也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当众发誓如果流年能活着回来 就答应做他真正的气 流年听完笑了一下 走出保护罩便向着万圣公主而去 而两人可能都没想到 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 都被藏于暗处的天神哪吒三太子尽收眼底 眼看着流年释放影 分身对着万圣公主正进行无差别打击 但大家都明白 还没有转职的流年技能等级最高就是四级 所以万圣公主受到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 就连藏于高处的哪吒也忍不住笑出了事 想着面对一个二十级大妖 身为散人的流年竟然还敢出手挑战 真是可笑 然而下一秒哪吒便被光速打脸 因为万圣公主眨眼间就被流年轰的造飞而出 这一幕不仅让方切尔方心大乱 甚至连她的两个闺蜜都对流年改变了她 纷纷抢着要为她生猴子 但显然身为二十级大妖的万圣公主 没那么容易落败 只见她起身擦掉了嘴角处的鲜血 紧接着周身开始散发出大量紫色气息 下一秒直接释放出了终极奥义紫胶零 目标直指流年本尊快速起来 那屁股被骨蛇咬了一口 昏迷不醒 老婆只能用跪铁的方式清除毒素 可仅仅是舔了几口 便让她面色潮红一泄千里 原来男人乃是双修中的极品 为了让男人紧快苏醒 女人竟答应了闺蜜只要一起跪铁 就和他们共享老公 就在忙当 面对万圣公主的终极大招毒蛇攻击 流年本想利用飞行法宝逃出生天 不料那法术镜自带跟踪锁定目标功能 为了活命流年只能选择把屁股亮给毒蛇 趁着毒素还没有蔓延 流年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毒蛇的跟踪锁定功能 抱住万圣公主让她也成为攻击目标 伴着万圣公主被自己的大招秒杀 万民谷危机这才算告一段落 邦齐尔兴奋之余 直接一口对着流年亲了过去 惹得身旁两位闺蜜一阵嫉妒嫌弃 然而就在几人吃着回血要准备恢复状态时 一道巴掌声突然响起 来人正是一直在上方观战的风神榜上神哪吒三态主 而哪吒选择现身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看中了流年的天赋想当面收她为小弟 不料话应当落流年突然毒发云倒在了地上 见状方齐尔只能跪求哪吒出手相救 没想到哪吒却语出惊人 表示在流年身体里的毒素她可以帮忙出手解决 但表面上的还需要你们自己处理 并且清理毒素的方法有些特殊 必须由方齐尔和她的两个闺蜜一起合理 将真气汇聚到舌头上舔是伤口才可根除毒素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三女一脸羞红 要知道流年受伤的地方可是屁股 如果忍不住舔到其他地方那可怎么办 但眼看着流年命在旦夕 而两女对流年也不反感 再加上方齐尔的苦苦哀求 最终他们还是达成了一致 可就在方齐尔上前准备十亿外发生了 只见一道金色龙光骤然乍现 总接着一根金箍棒便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听着哪吒叙叙述这才得知 原来流年竟然是双修中的极品体质 听到这里几个女孩更是卯足了劲 小马达飞速旋转间果然看到了效果 在流年醒来的同时 哪吒又未给他一颗丹药蛇毒 这才算被彻底清除 看到流年重获新生哪吒也没选择在此逗留 随手扔给了流年一块仙家法宝金钻 作为他受流年当小弟的见面 随后便撕裂虚空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特意留下了一枚印记 就印在了流年被蛇咬的屁股伤口上 告诉流年如果被欺负了 就可以亮出这个莲花衣 可他喵的印记印在这里 咋好意思我出亮了 家少爷开放了一对双胞胎解除 说什么都要和人家双飞 不料姐妹花已经名花有主 并且还明确表示 他们只喜欢小少爷不喜欢大人 就像刚刚 位于万民谷最终包水在地 拦弱四路口处 幽民工会小组刚刚抵达这 便遭受到了僵尸袭击 有着两位法师黑白双煞的宝 外加一名见识蒋子文的突击 场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这时一道拍手声突然传来 来人正是排名第六的 星辰工会精英成员 红仇刚一见面 便对两个双胞胎姐妹花一见钟情 直接自爆家门 突出了第六工会的丰厚待遇 和会长哥哥红金的名号 想以此吸引黑白双煞跳槽 此举顿时惹得小炎魔气息全开 要知道他可是掌管地府的 丰都大帝后裔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一块金砖突然砸中了红仇的脑袋 出手之人正是刚获得 哪吒赠宝的刘年 而刘年选择出手相助 也是因为认出了 幽冥工会的背后身份 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封都城的人 据说封都城的精英 都会使用一些禁术 因此工会排名升高 也是迟早的事 并且如果攀上了关系 等到他们成为了地府神仙 帮父母增加杨寿 岂不是妥妥的大腿 必须趁机暴走 这时红仇发现了 刘年的金砖攻击 需要耗备大量资金才可以 便开始吩咐手下 不断使用法术攻击 组建的一支流年富婆女友财团 对于他们来说 流年用的这点钱 简直都不够塞牙蹦 从而导致流年的金砖攻击 可以无限循环使用 伴着流年灰金如土 开始无差别攻击 新城工会成员 敌方阵亡后 许多装备也爆了出来 见状流年紧忙 开始了疯狂猎取模式 本想以此来补一些 刚才花出去的钱 无料却遭到了 女友团的疯狂吐槽 几百万而已 老公你就不要再去捡那些垃圾了 而且别说是几百万 即使几亿我们也愿意给你花 可这被富婆包养的感觉 总归让流年有些不好意思 直到幽民工会成员 前来表达感谢这他缓解的尴尬 而在双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小颜魔和流年也算是正式认识了 经过两人的简短商议 最终决定组成队伍 共同进入拦弱四中探险 又来了 由于本集剧情炸裂全程无尿地 请各位同学备好纸巾和眼镜 闯关继续精彩马上开始 上迪说到流年和小颜魔组队 成功一起进入了最终密藏 据调查里面的Boss黑山老妖 每隔30秒就会释放一次大招 小颜魔也不明白职业还是散人的流年 为何如此有信心 不仅声称要替团队当坦克抗伤害 还让大家放心输出 他会治疗大家共同努力争取破了闯关技能 但既然选择了相信小颜魔也就没说什么 召唤出地狱小鬼的同时 28级大Boss黑山老妖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团战一触即发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流年发号示令 只见流年一把当先率先冲出 利用定身符锁住黑山老妖 成功吸引了仇恨之后 命令法师黑白双煞进行远程攻击 剩下全部近战袭击黑山老妖的背后 眼看着流年在最前方扛伤害血量 已经开始下降 没想到流年竟然使出了回春术 一边掉血一边回血 要知道想回复如此多的血量 恐怕只有转值成功后的奶妈才能做到 可让大家吃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流年为自己治疗的同时 竟然又释放出了群体圣炎治疗术 此法术可以瞬间让队友们恢复20%的血量 这下也让大家对通关破纪录信心倍增 这时伴着流年一生近战后退传出 黑山老妖也开始了释放大招巨疼猛击 流年本想使用战士技破釜沉舟出手抵抗 但由于敌方技能破坏力过于惊人 逼迫了他赶紧又使出了法师技闪现向后闪动 所幸大家有着流年的群体治疗术 算是成功抵御住了黑山老妖的第一波大招攻击 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进攻 就在小队扛住了黑山老妖的第六波大招时 黑山老妖似乎察觉到了命不久已 竟然用尽全身力量释放出了群体技能伤害 幸好流年反应得快 利用奶妈技能灵魂树盾 帮助大家抵消掉了部分伤害 但小队大部分成员的血量还是见了 反观流年因为一直持续输出情况也不容乐观 这时只见小炎魔突然站了出来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话音刚落就看小炎魔单手指添怒河出声 以我炎魔之名灵静之力听从召唤 灵兽地听现实能 然而见到小炎魔竟然使出了这招 急得黑白双煞赶紧出言制止 只有流年一脸懵逼 可喵的我前面一顿操作最后轮到你装逼呗 但王菩萨做起神兽地听现实震惊全场 光是否要产生的热压 就让所有吃瓜群众忍不住口吐鲜血瑟瑟发的 然而此刻地听的注意力却只被小炎魔一人吸引 因为他也不明白 紧停一个小屁孩为何能把自己召唤出来 反观小炎魔由于释放奥义也遭受到了反噬 见状黑白双煞立马跪地请求地听出手相助的同时 战场的另一侧战斗再次打起 面对着黑山老妖第二形态的大招释放 流年甚至连少林绝学金钟罩都用了出来 抵御助攻击的同时 还不忘吩咐战队成员一定要保持持续输出 只有这样才有希望破了通关技能 此时另外一边小炎魔显然也是提前做足了攻略 只见一只鸡腿突然出现在手中 递上去的瞬间 就看见地听双眼泛光口水直流 吃到嘴里后这才勉强答应帮小炎魔出手的词 所以就在流年吃着回血要准备致命一击时 随着一枚地藏剩印被地听祭出 仅仅是用了一招 便直接将黑山老妖镇压只剩下一口血残存 原来被召唤出来的地听原则上 不能出手击杀游戏里的精英怪兽 否则将会被上界天神制裁 因此黑山老妖这才被流了一口气 让流年等人出手击杀 众人见状也没客气 纷纷使出绝学对着黑山老妖开始无差别打击 而伴着黑山老妖惨遭群殴断了气 流年等人通关幽冥谷的消息 很快便出现在了世界公平上 此刻位于幽冥谷出口处的星辰工会小会长 同样也看到了消息 忍不住开始怒骂黑白双杀一定是我 惹怒我星辰工会等你们出来 定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残忍 来了他来了 男人因为太勇猛被三个角色拥有夹击 面对修罗场他果断选择逃回了家 却没想到家里也有爱妃们翘首以待 看来今天是避免不了一场激烈枪战 就曾刚刚 流年小队成功击杀了万名古BOSS黑山老妖 送走神兽地厅之后 流年和小炎魔便开始了组内分配奖励 分配结束才刚走出副门 就看到了一直遁守在此埋伏的星辰工会小会长 还以为打完团战流年和小炎魔会元气大伤了他 非要让流年等人交出装备才肯放下 没想到却被小炎魔提前在其身上下了死咒术 直接让雷劈成了干尸 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因为小炎魔使出的禁术没有被游戏录入戏流 导致小会长真的死亡并没有再次出现在复国里 因此星辰工会剩下的成员就要将此事上报给游戏管理 眼看着小炎魔突然站出来表示一切后果就由他来承担 所幸流年也不藏着掖着 说自己认识上神哪吒兴许能管用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黑白双煞一阵嘲讽 别吹牛了你要是认识哪吒我还认识玉皇大帝呢 听到这里流年的后宫团自然不肯善罢单凶 纷纷站出来证明流年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但让流年却没料到一场女人的战争就这样因他而爆发 双方由争论大赛迅速转变成了比球大赛 由于敌我双方势均力敌 最后只能用球碰球的方式决一胜负 经过一番大战过后 还是小炎魔出言制止这才停止了这场闹剧 这时伴随着一阵系统警告声传出 只见一道身影撕裂虚空 当人们看到来人长相后这才发现 此人正是前来惩罚小炎魔的上线游戏管理员巨灵神 那一瞬间释放出的神仙威压 让在场所有人都失去了抵抗能力 面对巨灵神的怒火 流年赶紧站了出来 表示这里人多可以随我去角落里了 我给你看样东西 如果你还不能消气那便由你处罢了 而就在巨灵神同意请求后 小炎魔又偷偷下令让黑白双煞暗中跟随 以便起到保护作用 可让两人怎么也没想到流年才将巨灵神带到角落 就直接脱掉了裤子 巨灵神显然认出了流年身上的印记 就是上神哪吒的莲花印 然而在黑白双煞的视角里 却呈现了另外一幅干大画面 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 让两人情不自禁地羞红了脸 随后又紧忙收起情绪转身离开 势必要将此事如是告知小炎魔 不久后当流年两人回来时 巨灵神明显地换了一副嘴脸 说了几句告别的话 就紧忙离开去巡逻其他地方 此刻黑白双煞看向流年 就像看鸭子一般露出鄙视表情 幸好小炎魔没有相信他俩的话 双方做了简短告别之后 便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与此同时 申公报正享受着奴仆的服饰 葡萄在嘴里过滤一下 就要未到嘴边时一道怒喝声突然传来 不好了申道长 万圣公主死了 然而听到消息后 申公报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万圣公主就是她的一枚棋子仅此而已 既然棋子没有起到作用 那便只有自己动手设法 获取人黄血脉这一条路 但出门前还是要先释放一下压力比较好 随即她便看向了 正呈现出一脸崇拜表情的奴骨 画面转到万民鼓 此刻流年小队正在上演着内讧 对于流年的使用权 经过三女的不断言语刺激 最终还是爆发了内战 然而结果还是原配老婆占据了上风 老公快跟我回家吧 今晚我会好好服侍你的 一枪难敌三洞的道理流年还是懂的 因此她只能谎称有失一股烟飞奔而去 只留下了三女意犹未尽的在原地哭泣 好了一段时间看到没有人追来 这才拿出了玉玺 带着材料传送回到了咒王陵墓内 就看爱妃们正被烟雾环绕周身 询问好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为铸造龙凤剑 而做着准备工作 待到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后 就可以完成龙凤剑锻造 见状流年便趁着有时间 直接在原地打开了系统奖励的20级玉玺礼包 没想到打开的奖励竟然是万妖摘星楼 此法宝可吸纳妖魔妖单进入摘星楼内附膜关押 并且还可以对里面的妖魔进行驯网 沉浮度达成50%就可以使用其身上的一种神通 达到百分百后可以召唤他们出去为自己做的 而且流年在摘星楼里是无敌的存在 里面关押的妖魔无论多强大都无法对流年造成伤害 看到这里出于好奇 流年立马选择进入了摘星楼内 紧接着两个被关押的妖魔便出现在了眼中 而其中一人正是被流年击杀的万圣公主 这来了 由于本集马赛克比较多 剧情炸裂毁三观 请各位看官自觉擦亮眼睛 把嘴闭上静静观看谢谢 上语说道 流年进入摘星楼发现了被囚禁的万圣公主 和旁边一起绑在柱子上的九头虫 看见流年拿出是魂鞭 两人起初根本没在意威胁 反而污蔑流年甚至不武配不上咒王转世的身份 直到是魂鞭抽打在了两人身上 他们这才感受到那来自灵魂的鞭策有多痛 这是为了让两人彻底臣服 流年看着万圣公主心生一计 只见她水龙犀利突然暴增 下一秒直接从背后将万圣公主隔空抓去 一阵邪笑出声的同时 灵力散发双指瞬间病了 避遭千年杀指导黄龙深处 然而看到妻子被淋你 九头虫却还是一脸傲娇不肯投降 流年只能选择放大招 将万圣公主推倒后 竟直接捧起了她的肩 一顿操作之后还不过瘾 又当着九头虫的面剪开了裤子 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王中王 让九头虫内心瞬间崩塌 看向万圣公主开始传音 表示目前在这个空间里 肯定是打不过流年了 不如假装臣服好好修炼 等待时机逃出去 眼看着九头虫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待到锁链被剪开后 两人开始对流年假装表忠心 只希望这灾心能赶紧出去 谁知系统又突然蹦了出来 提示流年因为系统检测到 女性九头虫更适合追随 竟直接把九头虫活生生的变成了女 这下可把流年吓坏了 看着眼前正撒娇的九头虫差点没吐唇 随即紧忙调出系统 准备查看两人的臣服度 就要离开摘心楼 没想到给出的结果提示 流年根本就没驯服量 经过系统对两人的内心 独白监听这才知道 原来九头虫认出了流年 乃是双修极品体质 要和万圣公主一起想办法拿下她 然后借此机缘突破至妖王 甚至妖帝来逃离摘心楼 了解真相后可把流年气坏了 拿起屁 温边对着两人又是一顿鞭策 原本流年只想获得臣服度 后获取他们的本命计划 但现在她却改变主意了 小洛丽的旋转木马 让她又心生一己 拿起地上的制服命令 两人立刻穿上 万圣公主看着面前 小凹几马的衣服本想拒远 大碍于流年的威压 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 而当他们当着流年的面 刚换好衣服 就被吸到了半空中 目标直指地上的两只旋转木马 净准导航的一刹那 就听两道惨叫声 瞬间传遍了整座摘心楼 伴随着木马不断摇摇 强如九头虫这样狡猾又心机的人 都开始主动剿梭投降 在九头虫的臣服度达到50%时 流年终于如愿以偿 获得了九头虫的保命技能 妖法连缓九度 和此法术施展起来 却和当初九头虫施展的完全不一样 代表九条命的九个头 竟然长在了流年下面 和九头虫再三确认没事后 流年这才又将目光看向了万圣公主 经过一阵洗礼过后 万圣公主的臣服度也超过了50% 成功席得了专属特级妖法紫胶领悟 随后又是一阵缓解疲劳运动后 这才满意的在两人的跪拜下离开了摘心楼 画面来到皇陵寝宫牛贵妃 特意在门口等候流年 声称要帮大王脱去全身衣服才能进内店 进去后才知道原来是几个爱妃 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就等流年回来开始正式锻造龙凤剑 之所以要寸去全身衣衫 正是因为驻剑者需要身心无垢内外光洁的状态才行 索性功夫不负有心愿 再将全部材料一起放进炉顶中后 晶圆之力瞬间释放 加上几位爱妃共同的努力下 乍底了一刹 神兵龙凤剑终于不负众望锻造而成 恭贺大王驻剑成功 愿大王今后百战不带欲妖斩妖玉神杀神 只是在人群中看了你故事 能用倒的方式 顺便连旁边无辜的观众也一起办 就很尴尬 为了隐藏龙凤剑 刘年特意将他伪装成了干将墨野剑 用他一路斩杀妖兽升级刷怪 简直和斩瓜切菜一样了 这是世界海云第25的缅西营火工会 飞行邮轮突然从上空掠过 此刻邮轮里正进行着新成员入会欢迎仪式 讲话的人就是工会会长陆 通过他的不断洗脑铺 新入会的萌新们显然已经被热情点燃 一同呐喊出声 这才平下角 轻声询问他现在还愿不愿意继续回去 做那些权贵的牛马 直到听见女护士的否定答案后 这才内心发出邪笑满意的点了点头 至此新一轮的工会内心活动就此宣告结束 没过多久就看路管抬起手 让大家先把嘴闭上 开始介绍窗外不远处的孤筑山就是工会筑顶 并承诺大家只要进入筑顶 就可以享受极品灵权免费浸泡8小时的新成员福利 此话一出邮轮里直接炸 要知道极品灵权浸泡可是会获得双倍经验的加成 但在此之前却要先将自己的手机全部上缴 因为按照路管的话说 只有这样才可以抛除杂念全身心投入升级中 然而大家却没看到 在将手机全部收齐的一瞬间 路管都开始忍不住孝术的声 画面一转众人已经降落在了孤筑山内 只见一些胆大的人走在前头吆喝着 身后胆小的人虽然有些犹豫 听着工会老成员安慰这才放下心 跟随大家向着山洞内走去 然而才刚到驻地中心路管 便迫不及待地露出了邪恶嘴眼 欢迎大家来到缅熙人类养殖场 话音刚落一些眼尖的新成员已经发现不对劲 但从他们踏进山洞后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这时就看路管身后空间突然出现数道漩涡 紧接着一个人头便从漩涡里伸了出来 等到露出全貌大家这才发现 来人正是著名大妖白骨夫人的属下古奥天 将这些人带到这里 就是为了让古奥天带回去孝敬白骨夫人 路管唯一的请求就是在带走之前 让他和兄弟们享用一下这些女蒙星们 随即经过古奥天的允诺后 只见大手一挥 女护士首当其冲被水柱卷了进去 就连大商工会的卧底红燕也没逃出魔爪 与此人实在外界的天空中 大商工会会长江雪正追寻着红燕留下的记号急速飞行 派出卧底潜伏免吸引火工会 就是为了探查他们背后的 恰巧此刻流年刷完也怪正坐在树枝上休息 天空飘过树道倩影让他瞬间精神了起来 是不是有什么夸本刷新了 只要去遭女孩一脚爆弹 陆馆会长眼瞅着自己手下试别 只能先把女护士放在一边 仅仅是释放了一招水龙卷 女孩便以身负重伤再无还手之力 这时速到冰箭忽然出现 让女孩瞬间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来人正是她的工会会长江雪 面对江雪的到来 陆馆显然没打算和她正面硬钢 将目光看向古奥天大人的一刹那 只见古奥天只是略微出手 便将大商工会的众人一击风散 但此等攻击显然还没达到 可以伤害江雪的程度 陆馆见状一马当先直奔江雪而去 你们缅西工会居然敢勾结妖魔残害同胞 哈哈哈哈 只要利息足够大 老子连爹妈都能卖知道吗 话音刚落陆馆一招水流斩 直接射起前方 只见江雪将宝剑立在胸前 寒冰牢笼四个字脱口而出 下一秒一鼓鼓寒气爆发箭 竟然直接将陆馆的手臂完全冻住 带到江雪上弦击碎兵困 被一击秒杀的陆馆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缅西工会的是我已经上报给了管理 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释放所有玩家听明白了吗 然而还莫等江雪有下一步共同 随着古奥天发出阵阵歇息 一把鼓剑便从他的身体里抽了 此刻陆馆还想舔个脸求古奥天必用 没想到下一秒他就成了第一个祭剑之 看着会长惨死缅西工会剩下的人开始四散逃亡 可也仅仅是多活了几秒就被古奥天全部斩杀 江雪明白古奥天的实力不容小惠 所以他一出手便是终极杀招 然而古奥天内被一分为二的头屋 竟可以自动愈合恢复如初 紧接着古奥天气势全开 直接把江雪困在了气流中间 伴随着一直不间断的攻击 江雪的体力也逐渐开始不支 就在这生死时刻一道红光突然出现 眨眼间便已将古奥天人手分离 在古奥天又一次开始身体重蹲时 江雪瞪大了双眼这才看清来人长相 主角都是最后登场 不好意思美女 我来晚了 他号称是这款游戏里的最强散人玩家 一个人来英雄救美却遭到了美女们的吵架 因为他面前的怪物根本就不是游戏里的NPC 而是现实中货真价实穿越进来的真妖怪 但流年当获得了12条命根本没在怕 只是队伍中一个女队员身上散发的妖气 让他一时间也蒙了拳 这时古奥天抓住剑系突然发起偷袭 回过神来 流年一边吩咐江雪他们赶紧撤退逃离战场 一边顺发剑士技拔刀斩砍向前方 可即便是技能命中了古奥天 他只要还有一丝法力就可以无限复活重组身体 听着江雪在身旁的介绍 流年便新生一技准备剑招拆招 利用他可以无限不间断使用技能的天赋 开始对古奥天进行无差别打击 在流年的无消耗无限连击下 还真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只见古奥天重组身体的速度 显然已经被流年的攻击彻底打乱 在第N次重组时 甚至都错误地把脑袋重组到了裤腰带上 这尴尬一幕不禁让在场众人都笑出了声 眼看着效果不错 流年便又开始了无限连击 最终古奥天因法力不足 还是被流年拖垮当场击杀 这时看到流年竟然真的斩杀了妖将 江雪这才认出他就是那个刷新万民谷副本最强散人 想到这里他便开始筹划如何 才能将流年收进工会来提升工会实力 就连身旁获救的女故事都忍不住 开始向流年按送秋波 但此刻流年却不敢有丝毫放松 因为经过了爱妃们对他的嗅觉淬炼 他已经确定闻到了那名女队员身上的妖精 索性直接向他发起攻击来探探虚实 不料却遭到了大伤工会成员们的捕换 你是心疯了吗 为什么突然攻击我们工会的人 见到江雪替自己辩护副会长红燕紧忙又假扮起了柔弱 并指向流年谎称他曾想侵犯自己 没有得手这才恼羞成怒下起了杀手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一众女队员们的嘲论 而江雪和红燕又情同姐妹 虽然他也感到了有些不对劲 但还是选择相信了红燕 反观流年根本就没打算做出解释 看向红燕扬言妖精就是妖精 既然你这么冤枉我 那我待会就如你所愿 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色狼 此话一出大伤工会的成员 已经开始向流年发起了攻击 而暗处的红燕隐藏在双手后面斜暗的脸也浮现了出来 还被欺负回去痛 有的男同伴提刀上马准备英雄救命 因为这个场景他已经等了多年 就像女孩让他以身相许 从此抱得美人归 光是想想就让他留下了口水 这现实却是大姐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放流年走谁也不许来 待到流年渐行渐远不见消失 江雪会长这才轻轻扶起了副会长红燕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阵阵嘲笑 只见红燕周身开始散发红色气息 紧接着人皮面具融化间 大摇白骨夫人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还没等江雪反应过来 就看白骨精已经动手了 瞬间释放出的白骨领域将大伤工会的众人全部入罩 因为领域的特殊性 即使江雪想发出信号求救都没有一点可 伴随着白骨领域缓慢展开 许多实力弱的成员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鞭 就连江雪面对这持续不断的白骨攻击 也开始有些体力不知只能勉强招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雪终是没能扛住攻击被白骨牢牢困在了原地 听着白骨精的叙述才得知 原来假扮红燕引诱江雪到来 还有鱼儿免息工会的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但现在后悔却已经为时已晚 想着自己还没见到梦中的那位王 面对致命一击 他只能遗憾地闭上双眼等待死亡降临 就在这时白骨被一箭瞬间砍断 而伸出援手的人正是被他赶走的流年本尊 死里逃生让江雪的双眸忍不住锁定在了流年身上 原来拥有火眼金睛的流年早已看穿了白骨精的轨迹 假装被驱赶就是为了让大商工会的人长长记性爱 此刻恋爱恼女护士即便是有白骨缠身 也在努力地向流年爬去 发誓获救后一定要伺候流年一辈子 但同时也有一些别的声音传出 有怀疑流年实力不足打不过白骨精的 甚至还有说流年适合白骨精一伙 细得流年反手对着无脑男就是一板砖 但大妖中就是大妖 面对流年的出现他不仅没害怕反而自信地发出宣言 表示如果流年可以击败他 他就甘愿生生世世做流年的女儒让他发现 眼看着流年还真笑着要白骨精乖乖交出腰单 双手巴黎一招白骨怨灵瞬间发出 在他眼里此刻就算是真仙来了也无力回天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流年竟然选择顶着攻击冲向白骨精 而流年做出如此选择自然有他的道理 因为刚刚获得九头虫十二条命的缘故 所以即便是过程中白骨精的攻击斩杀了他两次也没有事 眼看着流年马上就要来到面前 一句摘星楼剑 瞬间让白骨精瞪大了双眼 龙凤剑特技 龙凤斩 人仅用了九九八十一分钟 就通关了别人几天才通关的黑神化悟空 因为他不是 更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兄斗战圣佛孙悟空 就此狼大 二狼神杨俭带着笑天犬收到举报前来捉腰 面对上神的威压 在场的所有游戏玩家全都匍匐在地不敢出声 唯独一人昂首挺胸不肯跪满 而他的理由更是让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那便是终有一天我的鲜味会在你之上 相信此话要是在别人口中说出 大家都会认为是个笑话 可要是换成一直在创造奇迹的刘年就另当别论 发出举报的黄毛男看到刘年竟敢对上仙如此无礼 邪笑出声的同时果然看到笑天犬动 那架势根本没打算理会众人的劝子 直接全速冲刺向着刘年正面扑去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刘年凶多吉少 黄毛男甚至都高兴地起身开始手舞不倒时 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笑天犬像思域见亲人一般对着刘年撒娇 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 原来是上一院笑天犬因为在凡间其母狗被二郎神点入凡间 所以现在看到的乃是更为温顺的二代笑天犬夫妇 听着笑天犬主动汇报说刘年身上根本没有妖怪气息 据灵神见状也紧忙开始复合 表示哪吒三太子曾说过刘年在双修天赋上异于常人 所以散发的妖气其实就是他凝聚出的九个二弟儿 听到这里杨检也明白了事情原因 对于黄毛男的诬告造谣 直接施展法术让其等级回到了初始阶段重新修炼 随即将笑天犬召唤回来准备离开时又转头看向了刘女 留下一句我在尚未等你 便撕裂虚空消失在了原地 然而被剧灵神泄露隐秘的他却遭了痒 因为在场的所有女玩家都开始自告奋怨 要一起服侍刘年九个老弟好报上他这个大团 画面来到游戏小世界里的某处 眼看着黑神话悟空已经被通关 感受到一股气息正在追赶他而来 男人直接扔掉了游戏机展示霸气宣言 我只想找个地方安静的王会游戏 没想到你二郎神竟然一直追到这 那就别怪俺老孙送你上戏天了 什么样的男人能让美女主动投怀送报 不惜献上洗面奶为代价只为获得一次配偶权 听说了她的本事后 更是惹得修仙剑与大佬蜂拥而至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男人号称双修剑最强卢顶 拥有九个宝贝的他只要与其修炼一次便会十年 泄露完流年隐秘后 聚灵神看了看被女孩包围的流年 尴尬地笑了笑便撕裂虚空离开了原地 而相比于已经快疯掉的众多女孩 江雪却异常淡定并对双修产生了质 然而经过流年的一系列洗脑演讲后 江雪内心对传统的认知显然已经开始动摇 某一刻甚至有了上前抢夺流年的冲动 这想法一闪而过江雪紧忙抛去杂念屏住了呼吸 因为她知道只有梦中的那个人皇才能真正配上自己 不久后众人来到了山洞外 因为还要解救其他的同伴 江雪便带着大商工会成员先行一步率先离开 看着身后这群无家可归的人 想着自己之后也会成立工会 便让这些人先去找方琪尔让他帮忙筛选一下 选择出一些精英等创建完工会再吸收进来 这时宝华楼清秋雅突然打来了电话 说有他父亲的消息了 让流年赶紧来宝华楼详谈 而当流年来到宝华楼后 让他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刚洗完澡的清秋雅迎面走来 表示宝华楼的消息都是收费的 但前他自己有的是 所以只要流年答应他一个条件就可以获得消息 那就是利用流年的双修天赋 立刻帮助他修炼突破境界 热女修遇见极品双修男 一玩五十四给他彻底榨干 唯独苦了门外偷听汉 用了五卷卫生纸奖励自己 却还是没解决 就在上上 二郎神杨楼奸奉天庭御旨 刻意下界捉拿疑似探逃西方教的斗战圣佛孙悟空 有着孝天犬的嗅觉加持 杨柬终于追寻到了孙悟空的气息 这时孝天犬本想出手立功 对被杨柬一挤拦住了去路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以孝天犬的实力 不出一个回合就会被孙悟空击杀 不久后就看两人刚一见面 孙悟空便忍不住发起了牢骚 我特喵的精也取了魔也杀了 现在没事躺平玩会游戏都要被通缉吗 然而在杨柬眼里 孙悟空如此随意丢弃佛位 就是触犯了天庭法规 见状悟空也懒得和他解释 挥起金箍棒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上神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只见杨柬挥出三间两刃刀拉开了身位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直接开启了轮回天眼 发射出一道极其恐怖的死亡设计 威力之强就连孙悟空也得选择碧其锋马 然而就在两位上神彼此交恶憨战淋漓时 位于宝华楼的卧室里 也在进行着一场春天的战斗 伴着流年的七个宝贝一友而出 青秋雅这才终于确认了他得到的消息属实 流年果然就是那万年不遇的双修极平体制 因为他们青秋一族从小精通双修之术 为此青秋雅便决定让七个兄弟一起上 希望以此来发挥出最大功效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料 在七倍快乐的加持下 他的实力很快便突破到了悬先后期 要知道这一个小境界可是抢了他四百年的时间 如今一夜便获得了突破 如此功效让青秋雅更加不敢懈怠 再次投入战斗时 没想到却意外复活了流年已经死去的八帝九帝 随着两个弟弟的加入战场 已经开始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可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战斗已经被人从头看到了 门外偷窥之人正是流年的徒弟小八戒 几个小时候青秋雅经过了五十次修炼 已经精疲力尽 境界实力最终只能止步在了玄仙大圆满 雅姐姐 这下你可以告诉我父亲的下落了吧 听着流年问话斗的青秋雅邪魅一笑 强行转过身来表示据可靠消息称 你父亲是被困在了蜘蛛精的盘丝洞里了 听到这里顿时吓了小八戒一跳 因为盘丝洞正是他母亲的洞夫 这天鹏元帅猪八戒的宠孙 却因为有个广父娘亲 让自己哥们成了后殿 这其中关系有点乱 一切要从小八戒发现流年要去盘丝洞说起 因为流年的爸爸疑似被关押在盘丝洞 而盘丝洞正是小八戒蜘蛛精妈妈的洞夫 然而就在小八戒准备和流年坦白时 一道尖叫声突然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尖叫的来源是一间按摩酒吧门口 此刻一个矮粗胖正捆着一只兽娘上下棋手 由于人类女人她已经玩腻了 所以今天必须要寻找一下刺激 二发没说解开绳子就直奔兽娘而去 然而就在兽娘受撞击晕倒之际 流年和小八戒的突然出现直接打断了她的进化 想着以后可能还需要流年的帮助 小八戒便挺身而出 亮出了九尺钉耙面向前方 这时听说矮粗胖乃是土行孙的儿子 小八戒便开始和流年窃窃私语 表示只要将这小子告到文仲天尊那里 他定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因为文仲和土行孙是死对头 所以此话一出矮粗胖就已经损了 扬言都是仙家后裔何必苦苦相逼 可就在小八戒刚放松警惕 矮粗胖双眼凝聚间 拿出武器便向小八戒发出了偷袭 没想到流年早已看穿了他的狗戒 一招妖法子交灵舞瞬间洞穿了他的胸膛 而随着矮粗胖被秒杀 一条捆仙绳法宝也同时报了出来 直到小八戒亲眼目睹了流年出手 这才相信关于他的传言都是真的 流年虽然是凡人 但攻击力却足以堪比真贤 向流年表示感谢之后 小八戒就把目光看向了晕倒的兽鸟 就要把他带回家进行特殊治疗 一道怒吓声下的他紧忙退后 几步尖叫出声 因为来人正是他的母亲蜘蛛金珠十娘 听着小八戒介绍说流年 就是击杀白骨夫人的那个凡人 朱十娘先是解释称自己的洞府盘丝洞 因为被深宫暴征用 所以才选择临时回来照看小八戒 随后又把目光看向流年 心中暗到原来他就是那个 拥有先天集体双修体制的凡人 从清秋雅的朋友圈可以看出 如果和他双修一次就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 吃了蝌蚪还能增加寿命 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他 先去朋友家里做 却被朋友母亲一眼相撞 吃开儿子就把他带到了情绪冰尾 开了的浪漫水床房就要探讨春天的故事 最终在朱十娘的恐吓下 还是转身带着寿娘离开了两个 此刻流年还以为朱十娘是要和她说一下 盘丝洞的事也没想太多 只是跟在朱十娘身后行走 总有一些异样的目光朝她看来 听着朱十娘解释这才知道 原来流年的极品双修体制在腰界已经上了热搜 看着铺天盖地关于她的种种新闻传言 还没等流年反应过来电话链声突然响起 来电之人正是来询问她为何不回家的原配方七二 就看其闺蜜看到流年后马上开始了表演 不料才刚秀起了高难度瑜伽姿势 就被方七二无情推开 表示最近有好多人来找我建立公会 还说是你让的是真的吗 可就在流年给出了肯定答复 方七二的另一个闺蜜又闯进画面 表达了对流年的思念之情 气得方七二当场发飙 让流年记得自己可是她名正言顺的老子 如果名媒正娶那小妾这都可以接受 要是胡搞乱搞被她发现一定费力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留下流年原地懵逼 但朱石娘却在背后遗憾地叹了不起 心里还在幻想要是这电话再晚来一回 那该有多刺激 不久后随着朱石娘停下了脚步 让流年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朱石娘带她来的地方 竟然是一家情绪宾馆 吓得流年当场就要打退堂 奈何朱石娘根本没给她机会逃跑 拉着她来到前台 直接开了一间浪漫水床房 在两人来到房间后 朱石娘第一时间便反锁了房门 粉红色的回忆外加各种刑具 看着面前的一切 不得不发出警告 阿姨你别这样 不要逼我动手反抗 奈何朱石娘根本没理会 反而直接扑进了流年的怀抱温柔出色 我又不想害你 你忍心对我动手吗 可心里女朋友电话来走了 不然还可以玩个更刺激的 别抵抗了放松下来 今晚你是我的了